女学生当低头族 抢匪无嘴节奏 爱凤 喜欢夜跑的人越来越多 但跑步时可要眼观四面啊 高雄市一名二十岁的女学生 上个月到人因稀少的 凤山区顶普接夜跑时 被细信抢匪盯上 抢匪趁他跑完低头滑手机时 从后面捂住他的嘴巴 和领他 钱拿出来 女学生说身上没钱 抢匪就将他推倒 抢了他手上的iPhone 5S手机就逃 女学生受到惊吓 跑到男友家气速遭抢 男友立刻报警 警方追查半个月后 前天抓到抢匪 抢匪说是因为缺钱花用 才随机找人行抢 全案一抢夺 恐吓取材罪送半 东新闻高雄报导